大家好 我们基地的松树比较多 像这种老针稍微弱一点的松树 我们要提前做这个切芽准备 早一点把这个芽头给切掉 让它的二次芽有更长的生长时间 虽然这样的话到冬天 可能它的二次芽真要长一点 不过树式会更健康 而且会影响我们明年的切芽 现在我们操作一棵 今年的新芽还是很壮的 现在我们把这个芽头给全部切完 所有的这种小的也一定要剪掉 切完以后很快它的二次芽就会萌发 这样的话整个树的芽头长势 会形成一个整体 就是大小它都会差不多 而且现在切的话 二次芽的成长时间还有好几个月 到冬天的时候 这种树还需要再制作一遍 明年的话我们再继续做一个短针 到时候效果会更好 我们的松树 第一次切芽就是这个时间段 等到六月中旬到七月初的时候 我们会继续出一期视频 到时候我们会把一些长势健壮的松树 再继续做一个切芽处理 喜欢松树的朋友关注一下